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极端的左派和最极端的右派都不占主导地位 所以它有社会的相对的稳定性 而它的整个经济来源又是处在一个世界不平等的竞争过程里面 它有大量的财富过来使得这个社会保持高度的稳定 因此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打成什么样 最后大家都要找到妥协的点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 中间派是起着决定作用 所以它有相对的长期的稳定性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一样 发展中国家是民粹主义站主导 什么叫民粹主义 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就只要这个穷国到了一定富的程度了 就是穷人大量的涌进大城市了 就真正选票掌握在一批穷人手里边 人家是民粹主义 谁会煽动得起民粹来 谁就能夺取政权 那你想想这个民主制度体系里边 它一定是这些这个新兴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一定要陷入陷阱的 它就是民粹主义陷阱 但是美国现在碰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和英国这些发达国家 这几年伴随着整个经济 尤其08年经济危机以后 形成的整个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政府的能力的危机 各种各样危机之后 然后又面临着整个难民潮冲进来 所以导致整个英国 欧洲 整个民粹主义就起来了 中产阶级觉得受到威胁了 而在美国特朗普现象就非常明显 特朗普现象是什么现象呢 说到底就是民粹主义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变成民粹主义了 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压力了 生活也受到了压迫了 所以蓝领在不断失业了 那特朗普就要去代表他呀 所以因此呢 现在呢 我们说 世界的民粹主义恶潮 是从这个发达国家 就从这个发展中国家 也就中等收入国家 在向发达国家在转移 那么转移的过程中呢 中产阶级受到了威胁了 变成民粹主义的主流了 谁去煽动他都要找到煽动的点 就能把他煽起来 所以你去看见美国的民粹主义 被煽起来 煽的是什么 就最初煽的是贸易壁垒 反对全球化 然后就煽动他种族主义 反对移民呀 这些东西 就煽起来 然后接着就跟中国打贸易战 就认为中国把所有的职位抢走了 它导致了什么 然后就反华情绪 反中情绪 现在就聚焦起来 而这种反中情绪 反华情绪做成什么了 闹成什么了 闹成美国成流氓国家了 一会说赔偿啊 一会说什么 这都闹笑啊 所以呢 他在世界的地位啊 形象啊 这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整个民众也看得明明白白 还指着他们骂中国 就找中国赔偿去过日子去 那不可能啊 这是流氓国家的流氓行为啊 所以这美国的中产阶级 总体来讲 还不同于这些穷国的中产阶级 不是穷国的这些穷人 它有非理性的冲击力 那美国的中产阶级 受的教育都是很好的 所以你去骂中国 反中国 它未必到最后能形成这个真的东西 就是真的利益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在疫情期间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全新的现象 就干脆上街了 干脆去发泄去了 干脆去对着政府去了 所以呢 这次这个杀了这个黑人的这个事 就变成个导火索 一把就把这个整个民情给煽动起来了 所以因此呢 从这个现象去看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美国的民粹主义泛滥啊 实际上是美国这次动乱的根基 它在整个美国国内导致所有的矛盾激化起来 而在国际上 它继续去推进这个反中 然后去去去去搞流氓国家的这些行为 那都会导致全世界对它不满意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全世界的格局 随着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泛滥 它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你看最近就包括美国这些现在闹事 非盟国家全都合在一起 一块来对美国进行指责 然后在这个美国搞流氓国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对抗议过程中甩锅中国这些象 非盟非洲所有国家跟中国一起开会 来探讨怎么样的维系 这个推进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现象都反映着世界潮流在往那走 所以因此呢最后呢我就想 今天这个现象从背后分析完以后 我们只能讲一个问题 中美关系呢所有的人都认为非常悲观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左派在悲观的基础上 在中美关系悲观的基础上 在宣传一个毛泽东的思想 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巴不得美国乱到底 最后就崩溃了资本主义 这就红色革命思想 我并不主张这思想 而现在呢这整个右派呢 大家都认为呢中国在幸灾乐祸 美国他们还很强大 没有什么的 他这种事都很快都过去 那么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我也不认为 这是美国的民粹主义 现在对中国的甩锅 从这个贸易战一直打到 这次这个瘟疫的这个责任战 这些东西都反映的是 美国社会的一种特定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看法呢 就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三重性格的人 就他其实是一个革命者 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民粹主义者 他是利用民粹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战略 所以在竞选过程中的纲领 我们看的清清楚楚就是三句话 一个是反意识形态的 他不主张搞意识形态这套东西 第二个就是退出国际警察地位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美国优先 而且不是像希拉里那样想把中国杀死 而是想把中国养肥了宰肉去谈判 所以我们认为呢 现在这个特朗普什么他这个蓬佩奥 最后在那删过来删过去 其实都是他的战略思想中的逆的一面 他的战略思想实际上跟中国相像而行的 所以特朗普总是把习近平当当朋友的 他现在那个思维里边 在总的全球格局的思维里边 在战略里边 他就认为是中俄美到最后平衡 然后让美国少担义务 美国好好发展 他是这思想 所以这种战略思想呢 我认为是正确 他是革命者 所以我们从17年就主张 特朗普是革命者 但是同时呢 特朗普又是推特侠 在民粹主义恶潮起来的时候 他要把话说到极端 然后让民粹的整个这种恶果的东西 说到最极端的时候 大家都反对了 中间人全都倒到那边去了 他就马上收手 再回来 所以为了选举呢 他说一些过分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那是第二个特朗普 就推特侠的特朗普 革命者的特朗普是战略思维 然后他最后等到他真正当选了 他一定到最后是 一定最后他是这什么的 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商人 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谈判的一个高手 所以他是一个大商人 因此呢 中国之间跟他怎么样进行利益对接 是未来他当选以后 再次重新当选以后 最后五年里要谈的重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分析完美国的动乱之后 我不认为美国动乱可以会长期维系的 美国这个社会总体来讲 法治占主导地位 所以呢 他再乱到最后 他还是到最后 得用法治的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左派希望他去革命 我也不信 然后美国就渡过这难关 还去当世界领袖 我也不信 不可能 现在世界的中国的对手没有领袖 美国会在流氓国家的路子上 越走越远的 他因为民粹主义基础就摆在这 所以就算特朗普想干 到最后他也没办法 他整个社会的民粹基础摆在这 所以美国一定是随着这场疫情 在流氓国家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他不会再成为世界领袖了 但是呢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绝不能有敌视 也绝不能认为 他还是强大到了 我们还要畏惧他 这不是这问题 所以呢 中美之间呢 应该在特朗普第二任内 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调整 更好的默契的 在整个社会的往前发展的过程中 支持特朗普 而且跟他对接特朗普 而且沟通协调特朗普 然后在特朗普任内呢 使得中美关系 建立一种全新的战略合作关系 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思维 赶快到最后弱化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倒不希望美国的疫情继续爆发 继续蔓延 然后最后把美国毁了 那民粹主义会更凶 所以呢 尽快的帮助他把这个疫情 这个难关度过 这是需要很好的研究的问题 所以最近呢 我们那个我们在参与一个联合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机构的设立 已经基本批完了 所以呢我们正在那推动他怎么样进行这个卫生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 那么推进过程中我们现在一个都在关注巴西拿中医药去救巴西 一个我们也在关心美国 能不能去在美国去做一些华人能接受的华人的中医医院 然后把咱们的一些药拿回去去治这个新冠的 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希望去做一些努力探讨 然后推进中美关系更好的走到一起 所以我们呢应该说呢是既反左右反右 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思想就是这个超越左右之争 把红色革命和颜色革命都废掉 要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因此呢我今天呢要讲的就这些 谢谢大家